反過來 什麼叫反過來 如果我給你 來 不要講話 來 如果我給你直角坐標 這個直角坐標 假設我給你-60 然後要你把它寫成什麼坐標 極坐標 來 同學 這個要怎麼寫 給你直角坐標 要寫什麼極坐標 其實我都很建議 怎麼做 畫圖 我跟你講 畫圖其實真的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策略 同學 你坐標怎麼定出來 來 你告訴我-60在哪裡 X軸的負向上 這個P點 坐標叫-60 那如果你要寫極坐標的話 你只要注意兩件事情 注意哪兩件事情 這個P點跟原點之間的距離 同學 我問你 P點跟原點的距離是多少 看得出來是6 然後第二個就是它的方位 它的方位就是 它的方位就是 它跟X軸正向的這個標準位置腳 同學 你告訴我 這個角度是幾度 你可以看成是180度 所以你轉換成極坐標 前面就寫6 後面就寫多少 180度 是不是其實沒有你想像中那麼不難 聽懂嗎 初步學習這個 極坐標跟直角坐標 有沒有問題 這個題目我都沒有發展 剛才的題目都沒有發展 接下來這個題目很重要 這個六班早就講完了 現在才輪到五班 首先我要你畫一個 傾斜的正方形 就是不是正的 是歪的 傾斜的正方形要多寫 大概要這麼寫 傾斜的正方形 對 我在黑板上畫可能不會很準 因為有時候這個角度會 你看我這樣畫就感覺好像不像正方形 就來你畫準一點 你在你的筆記本上 畫一個傾斜的正方形 可以啦 可以啦 這個 雖不中 易不願意 好不好 來畫一下 畫一個傾斜的正方形 然後畫一個傾斜的正方形之後 我們對這個正方形做一件事情 叫做坐標畫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其實坐標畫沒有什麼 就是把它放在直角坐標面上 來這個叫X軸 來然後這裡 這個叫做Y軸 來這個叫Y軸 可以嗎 把這個圖形做標畫 這是一個正方形 請不要誤會 我可能畫的不是很好 來 這個圖形 這個圖形 它是一個正方形 這傢伙是一個正方形 你畫好了嗎 我等你 因為有些同學會稍微慢一點 這一點叫做O 這個叫做A 這個點叫做B 這個點叫做C 我現在給你一個重要的資訊 這個A點的坐標 它的X坐標 這個是直角坐標 叫做更號3E 就這樣 其實這個題目 國中生可以做 只是國中生有國中生的做法 高中生的想法會比較開闊一點 來 A點的坐標叫更號3E 這個題目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求誰的坐標 你知道 求很簡單 B點的坐標就好 這裡講的坐標是指指角坐標 不是幾坐標 可以嗎 來 同學你會怎麼做 你先想想看 然後等一下 我給你分享一下 六班的同學 他們有人怎麼很快的去 把這個題目做出來 他用國中的做法 一分鐘之內 題目答案就出現了 那你先想想看 國中生大概可以怎麼做 那如果是你的話 多了一些高中的余佛媒群進來 你又可以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老師你可不可以用上次的 裝頭靠在牆上那麼多 你可以考慮一下嗎 來 同學有沒有什麼想法 你知道他們怎麼做嗎 來首先喔 有同學說他們想說 從A點往這裡做一個存線 存線 然後就觀察出一個東西 這一段長度是多大 根號3 這一段長度是1 所以馬上知道這個正方形 每一邊長度是多大 2 可以嗎 而且因為他題目設計的比較特殊 所以他看出來這個角度是幾度 30度 欸 這樣怎麼可以 初步他馬上就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接下來有沒有人可以猜到他的下一步 再畫一個 再怎樣 再畫一個 再畫一個 三角形 欸 對對對 有同學這個叫英雄所見略 有同學就這樣做 他們來就說 老師這樣做超快啊 國中生就這樣做就好了 你看喔 這樣畫喔 你從這裡會看到另外一個角度 同學這個角度 來 這個是 我先問你 這個應該是幾度 這個是60度 對不對 這個是直角 所以同學這個角度是幾度 30度 好 那這邊我想這個應該很清楚 這段長度是2 來 同學那這段長度是多大 1 那這個高度是多大 更號幾 更號3 然後那個同學就說 老師這樣簡單喔 這一題我已經準備要拿分數了 來我們先看個答案 來同學我問你 求B點的座標 B點的X座標怎麼看 B點的X座標其實是把這個A點的X座標再怎麼樣 再減1 所以他的X座標叫更號3怎麼樣 減1 那他的Y座標是多少 他的Y座標其實是把A點的Y座標再怎麼樣 加更號3 對不對 所以叫做1加多少 1加更號3 對吧 做個輔助線 國中都在做導動事情 花一些輔助的三角形 對不對 就可以去做這個題目 可是現在我們要考慮 同學並不是哪個題目都可以這麼剛好 讓你去畫這些輔助線去處理問題 我現在要問你喔 這個題目你有沒有其他的想法 其實我們可以考慮這樣 直接寫B點的座標有困難對不對 我們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我可不可以先寫出B點的極座標 如果能夠寫出B點的極座標 我能夠知道他跟遠點的距離 跟那個夾角的角度 我是不是能夠透過公式 把極座標轉換成直角座標 那我要寫B點的極座標的話 我是不是應該先把OB線段的長度連起來 來你先幫我把它連起來 來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OB的長度你知道是多少 2跟號2 沒錯這就是我們班同學的 2跟號2 所以來 這個 是不是2跟號2 這個代表距離 那我現在問同學方位 你知道這個角度是幾度嗎 75度 75度非常好 這個45度加30度 所以這個是75度 好 75度同學是不是特別角 其實是特別角 你不要以為只有30 45跟60是特別角 75度跟15度 對你們來講也是特別角 所以來你告訴我 它的x座標 x座標叫做R倍的cosθ 所以是2跟號2 再乘上cos的幾度 75度 好 那y座標就是2跟號2 R倍的什麼 sinθ sin的幾度 75度 OK 請你寫上去 同學你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如何把極座標 轉換成直角座標 我們是不是有這個東西 可以齁 好 那這邊就會得到一個結果 這個叫2跟號2 那你這個時候可能會問一個問題 問什麼問題 你說老師 cos75度 這個東西我真的有學過嗎 同學你把cos75度 你把它框起來 我問同學 cos75度有一個關係 叫與角關係 cos75度 其實它是sin的幾度 你知道嗎 sin的15度 然後sin的15度 在我們之前的那個課本裡面 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 1-1就有 它在課本的比較後面的地方 sin的15度 有吧 來同學那我問你 下面這個叫2跟號2 對不對 那sin的75度 其實大家知道 sin的75度 其實是cos的幾度 cos的15度 那cos的15度 包括連天均的15度 那個時候 我們都怎麼樣 都有叫同學把它記下來嗎 對不對 那現在不妨大家一起來回憶一下 來這個叫做2跟號2 乘上 來同學 sin的15度 我有教你怎麼記喔 我有證給你看 而且還要教你怎麼記 它是四分之什麼東西 對 4分之什麼 更號6 加還是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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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有沒有說這個要記 有 理主的同學這個東西不能跳過去 那你也不能說考試 我有用到再來推個p 你考試15度 你真的需要你在那邊慢慢畫圖 再推 沒辦法 你講什麼 所以這個要記下來 好 我有教你記 那cos的15度 同學我問你 這是不是2跟號2 那cos的15度 那時候也叫同學記下來 叫4分之多少 更號6 加多少 更號2 那當然我必須跟同學這樣說 你透過這個公式做出來的最後結果 是不是跟這個結果保證是一樣 沒錯一定是一樣 但是有同學會覺得說 老師這國中的做法多好 對不對 幹嘛用什麼極坐標搞得這麼複雜 可是極坐標的做法比較具有 所謂的一般性 他的功能是比較強 可是他的計算過程 可能比較怎樣 比較複雜 但是如果你計算能力不錯 我跟你說 極坐標在某個層面上 是你的好朋友 然後我再問同學一件事情 你們物理是謝謝上位老師教的嗎 你們有學到向量的嗎 向量有對不對 那如果有向量的概念 同學我可不可以問你 這個C點的坐標 可不可以很快的求出來 可以啊 C點的坐標其實也可以問喔 而且我問你 這個角度是幾度 60度啊 這段長度不是2嗎 所以C點的XS坐標是誰 -1啊 這個高度是誰 -3啊 對不對 7點的坐標是不是可以馬上寫出來 然後如果你有學過向量的話 同學應該會知道 OV向量 他可以寫成OA向量 再加上什麼向量 AB向量 對不對 你看嘛 OV向量就是OA加AB 那這個AB向量其實就是什麼向量 就是OC向量 所以他又可以寫成OA向量 再加上OC向量 C點的坐標知道 OC向量叫做-1 更號3 然後你把這兩個向量加起來 你就得到這個叫更號3怎麼樣 -1 更號3-1 然後是1加多少 更號3 同學OV向量算出來 你看這個答案是不是一模一樣 沒有錯 所以如果你們物理已經開始講到向量的觀念 向量以後我會教 但是如果物理他有先講的話 用向量來做也很快 好不好 那謝謝各位同學 不好意思我已經盡力了 就是盡量再改課 好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